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世界爱上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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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昨天吃了大概三个小时都不到 特别开心 可以说今天这一天对我们隔离的员工来讲 可以改变我们很多的 刚刚入世的大学生的一生 我给总书记看了我们这个 新技术的核心部件 总书记看后非常高兴 他说他要讲两集 结果他讲了十几分钟 我们听了这十几分钟 接待还是没有听够 他非常肯定隔离自主创新的这种理念 要求我们 在未来的路上 要更加坚定地走自主创新 掌握核心科技的道路 我们选择它 就是因为我们的制造业 在中国来讲 装备制造业我们还是比较薄弱的 他对研究这方面的投入非常大的 可以这么说 他在项目研发这个方面 还有自主创新方面的经费 是不设上线的 我觉得总是今天的 来到隔离电器 是给我们每一个人在打气 虽然我们在过程当中 会遇到这样那样的问题 但是我们绝不 因问题而退步 而停止不前 反过来就更加激励我们 我们一定要有一种使命感 这才是人生最有价值的选择